再来看到的是同样响应澳洲清洁日的活动 国际佛光会墨尔本协会号召了义工们走上街头清洁环境 不只是实践环保也要把打扫视为对内心的修持 维护环境的整洁也保护地球 我们只要分析他们 每个部份有两个部份 手套垃圾袋准备齐全分配打扫区域 国际佛光会墨尔本协会参与澳洲清洁日 这天义工们携带扫除工具走上街头 齐心协力清洁环境 我们对每一个环境我们尽一份责任 如果你想想我们一个国家发展的话 要发展一定是这个环保环境一定是会破坏的 这个是必然的没有办法避免的 维护环境人人有责 就如法师带领大家攻读 星云大师为自然生态齐愿闻 不仅是打扫环境 更是一项重要的美心修持 大师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环保是要靠我们一起参与 而且首先要从我们的心灵的环保做起 扫地扫心地 心地不扫不扫地 医工们朗诵口号卖力清洁借到垃圾 仔细做好回收分类 经过数小时努力 更是集结九大袋垃圾 带着欢喜心情守护环境 也完成内心修持 希望全部人都可以合作 来这个参与这个clean up day 能在繁忙的生活中 过来扫地 扫我们的心灵 我们也很开心 因为今天我们对垃圾分类的认识 有更多的了解 现在生活日压越方便 也造就了很多不必要的垃圾 所以很开心能够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清洁澳洲的街道 曾经卫视澳洲墨尔本总格报道